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混沌之处的地方 一种力量 它来自内心 最正义 最灿烂的心灵扬 翅膀显现明亮 抵断暖暖暖的狂妄 汗水飞温 浸浴 这些才不疼 燃烧最正义 最灿烂的心灵扬 似乎是变得最嚣张的疯狂 张开我翅膀 拥抱阳光 动神光 宇宙星辰心灵扬 释放无限能量 抵断暖暖的狂妄 汗水飞温激昂 涉陷在流淌 燃烧最正义 最灿烂的心灵扬 似乎是变得最嚣张的疯狂 张开我翅膀 拥抱阳光 动神光 宇宙星辰心灵扬 心灵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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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小孩 居然没有占有银河之心的预备 为什么它没有被银河之心的黑暗力量影响呢 难道是 盖亚 奥坦 你不仅要保护银河之心 也要保护 这四个人类 银河之心 已经找到了 为什么 还要保护 这些人类呢 很快 你就会知道的 喂 你到底要不要啊 不 我不能拿 那我们走吧 不行 喂 东西给你 你又不要 我们想走 你又不让走 别以为你块头大 我们就怕你啊 机器人 也得讲道理啊 我这是为了你们的安全 不然 很快就有杀身之祸 啊 现在 你们必须跟我走 啊 那是什么 啊 奴皮 啊 你们快闪开 快跟我来 他一个人 顶得住吗 顶不住 你也帮不上忙 谁呀 交出银河之心 交出银河之心 就饶你不死 做梦 那你得被受死的吧 等我 看见 你拼了 大家坐好 我要回去了 准备起飞 我们就这样 一走了之吗 哎呀 别多管闲事了 太稳了 啊 必须追上那个少年 啊 必须追上那个少年 怎么了 他们追上来了 两个中的一个 都怪你 没把银河之心交给他 现在说 已经晚了 甩得掉他吗 不知道 只有试一下了 嘟嘞 注意 一下 起过了 看尘 一 西 鬼 瞎 你们不要开太快 危险 你拆不掉他呀 谁说的 你们坐稳了 他们去哪儿了 甩掉他了 只是暂时的 他马上会追上来的 先去我那里藏起来吧 你那里 跟我来 发什么呆呀 快过来 我们先躲起来 这是什么地方啊 飞机坟场 我干活的地方 真够倒霉的 莫名其妙 就卷入了一场战斗 对了姐姐 你叫什么呀 我叫莉莉 快藏起来 可 可以出来了吗 这里会不会有老鼠啊 没有老鼠 没有老鼠 别说话 有动静 他们去哪儿了 发现目标 别躲了 出来吧 我不会伤害你们的 我凭什么 我凭什么相信你 迪欧 把那个珠子给他吧 我不能拿着银河之星 那我们把它放地上好了 他在找银河之星 却不拿着 一定有原因 有原因也不关你的事 你为什么要找这个银河之星呢 好 我现在就告诉你们事情的真相 我可不想知道 你放我们走 我要回家 不 你们听我说 很久很久以前 当宇宙还处于混沌状态的时候 宇宙的至上神奥坛 就已经创造了我们 宇宙星神 奥坛 为了完成自身的使命 决定牺牲自己 去创造整个宇宙 奥坛 在结束自己的生命之前 把我们所有的宇宙星神 都找起在一起 奥坛 我们的至上神 你为什么突然召集我们 更为宇宙星神 我将会牺牲自己 去创造整个宇宙 可是 您就会永远消失了 生命的结束 也是另一种开始 我的能量 将会令宇宙 诞生生命 与文明 而你们的责任 就是保护它 这 也是我 创造你们的原因 这些生命 在宇宙中 可以自由地繁衍生息 它们 并不会受到威胁 生命 生命 会产生不同的智慧生 它们 会发生互相残杀的战争 你们每个星神 都有属于自己的星际能量 你们 要利用它 去阻止 宇宙战争的出息 但是 如果这些智慧生物的能力 在我们之上 它们一旦要发动战争 我们却无力阻止 怎么办 所以 我创造了它 这是什么 银河之星 我把我的意志 与全部能量 汇聚在这里 当宇宙的和平 受到危险的时候 我的意志 会指引你们 用银河之星的终极力量 来维护和平 阿波罗 我把银河之星交给你 由你来保管 什么 怎么会交给它呢 今后的宇宙 就靠你们 来守护了 是 阿波罗 阿波罗 与其用银河之星 来维护和平 不如 用它来 统治 宇宙 这样 岂不更好吗 不行 维护宇宙的和平 是奥坛赋予我们的使命 哼 我可不这么认为 撒龙 你想干什么 干什么 干掉你 放肆 撒龙 难道他一死 你就想造反吗 我只是想要 银河之星 妄想 赶快交给撒龙大人 先撒龙 救命 步 去死吧 在那场抵抗黑暗星神的战斗中 银河之星突然失踪了 既然已经找到了 你干嘛不拿着啊 银河之星只有太阳星神阿波罗 才有能力控制他 你叫什么那个波罗来拿不就完了吗 我跟其他星神已经失去了联系 谁信呢 我们可没时间听你讲故事 迪鲁 小安 我们走 不 银河之星选择了你们 什么 没搞错吧 没错 有你们带着银河之星 陪我去寻找阿波罗 你别烦我 今天已经够倒霉了 我要一个人静一静 必须马上通知邪星神 银河之星重现宇宙 为什么会选择我们呢 我不知道 这只能靠你自己去发现 迪鲁 我们快回家吧 快走吧 我都快饿死了 对了 今天我妈做了最拿手的可乐鸡翅 怎么样 去我家吃饭吧 我走了 我走了 这个 给你 难道你真的决定要走吗 当然 你不仅要保护银河之星 也要保护这四个人类 我该怎样才能让他们明白呢 盖亚 你说的都是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 本来我也不明白 为什么会是你们 但现在 我突然想明白了这个道理 什么道理 我说过 银河之星选择了你们 其实 换一种方式来理解 是你们选择了银河之星 当你们拿起银河之星的时候 你们已经做出了选择 只是你们还未领悟到 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 银河之星 关乎整个宇宙的安危 它蕴含的奥义 也一定会让你们明白的 而我的使命 就是保护你们 喂 还是别掺和这件事情了 银河 走吧 对不起 我们只是普通的孩子 没关系 你会明白的 不能这么做 我们一定会后悔的 你又怎么了 狄鲁 这可不一样啊 你都看见了 刚才有多凶险 你们走吧 我决定留下来帮他 你疯了 狄鲁 千万不要 那个叫阿努比的 说不定就在附近呢 你跟着他 会没命的 你们走不走啊 等一下 不能让狄鲁做傻事 狄鲁 跟我们一起回家吧 不 我决定了 谢谢你狄鲁 狄鲁 这太危险了 我觉得我在做正确的事情 不用管我 你怎么这么倔啊 你不走我自己走 瑶瑶 真以为自己是超人啊 也不照照镜子 瑶瑶 什么 又是你 别道 你想干什么 乖乖的交出影子之心 你要不然 我就让他死 快交出来 盖雅 放下你的武器 盖雅 我们现在怎么办 快交出来 狄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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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怕 我们会救你的 快把银河之心给我 你别伤害他 你这个卑鄙的家伙 别停 快过来 银河之心就在这里 你放了他吧 银河之心 狄鲁 不能给他 我的光炮滋味不错吧 瑶瑶快跑 瑶瑶别傻愣愣的站在那 快上车 我才被傻愣愣呢 你们快走 可恶啊 我不会让你得逞的 走啊 快出来一颗之心 嫂子 5 噢 嫂子 嫂子 滴鹿 你快跑啊 滴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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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